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这一章里面最后一篇了 最后一段 好 我来说一下 子秦为子供 曰 子秦 我们提过的 子秦问以子供 曰 夫子之一世邦 帝们弃正 等等等等 也是他两个 所以这个子秦应该是子供的学生 是陈国人的 他叫陈子秦 子为公也 众你提贤于子供 啥意思 子供 你太谦虚了 孔夫子 难道还比你好吗 比你贤吗 是这个意思 这个又是跟武叔说的类似 子供 你太谦虚了 众你比不上你 子供就说 君子一言以为智 一言以为不智 君子说一句话 就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智慧 言不可不慎 所以你说话一定要谨慎 夫子之不可及也 由天之不可及而生命 夫子是不能够追赶的上的 谁也比不上的 你跟夫子比就像是 竖一把梯子就想登到天上一样 就像这样一样 由天之不可及而生命 上天是不能够爬梯子爬上去的 是吧 夫子之德 邦家者 所谓立之思立 岛之思醒 随之思来 动之思合 什么叫得 孔子之德 邦家 就是假设孔子得了一个天下 不一定天下 就是一个诸侯国就可以了 或者是一个诸侯国里 一个大夫都可以 所以如果孔子是有这么一块地儿 让他治理的话 他会怎样 立之思立 他要建立什么制度 那就马上就能建立 导致思行 他如果引导民众 民众就会跟着他走 随之思来 随选安抚的意思 他只要实行安抚政策 那么远方的移民就会过来 动之思合 动员 他只要一动员 百姓就会一呼百应 动之思合 所以孔子有这种能力 可惜的就是他没有得到一光半职 他始终没有拿到证券 那么这个评价 应该也是对的 孔子做过一段 在中都的时候做过一段 中都四安 后来又做自扣 设向式 那段五国确实治理得不错 连齐国都害怕了 所以这个评价是应该是对的 那么为什么他最后没有推行刊 以至于周围列国都没有成功 那这个有其他深刻的原因 这个我们可以在意 最主要的一个呢 我看还是他自己讲的 公义善其事 必先利其弃 对吧 恐怕这个气并不太恰当 就是你有了好政策 你要怎么说服别人 好像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如果你想感到社会 你想这个什么 你管靠骂是不行的 首先 对不对 你一定要想让这个做官的 当政的人怎么能采纳 这个是里面一个大学问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 讲一讲中国其他的各派的学问 比方说兵家里面 比方说谋略家 这个叫做纵横家的这里面 那是一件另外一个学问的 恐怕孔子那方面的学问要少一些 这个是另外的话题 也许 恐怕孔子是思想家 不是政策家 是 这可能也有一个特别的 如果说政策家里面要不妥协 你妥协以来 你的道不完整 对 不完整 你刚提醒他说 恐怕他永远要保持理人的完整 他的眼光是看几千年的 我是说恐怕孔子没跟王主席学 因为说王主席学成就可以 学成自己 对 是 那么 子贡对孔子的这个评价最重要的是 后边这两句话 其生也荣其死也爱 什么意思 他生的很光荣 生的很光荣 他的死是中国文化重大所事 对 其死也爱 他的死也是令人悲哀的 就这意思 那这话显然是孔子去世以后才说的 对吧 如之何提可提 我们怎么能够去赶得上孔子呢 这样 提生也荣其死也 谈到这儿我们就要讲一讲孔子是 他的临终是怎么样 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最后讲的一段点 在孔子世家里面记载 在孔子病 子贡请见 孔子方肃杖逍遥一门 曰 此 如来何其玩意 什么意思 孔子已经临终的时候 已经病得不行了 子贡这时候没有在身边 在外地做生意 得到消息赶紧就赶回来了 孔子就在家门口 肿着拐杖 天天盼子贡回来 为什么等子宫呢 他最得意的门生 言回已经早他去世 子路也牺牲掉了 儿子也是先于他而亡 所以他最后依靠的人 其实就是子宫了 可是子宫天天那时候不在身边 所以孔子天天堵着拐杖 在门口盼子贡回来 回来之后 孔子一看 哎呀 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你要再不来 你可就见不到了 孔子一叹 做了一首诗 这是孔子最后留在人间的话 叫什么 太山坏苦 梁柱催苦 哲人为苦 太山坏 太山要崩掉了 梁柱催苦 清天大柱 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这么一个梁柱 要摧毁了 哲人为苦 一个大哲人 一个哲学家 要衰微了 也就是要以此为此 孔子已经感觉自己已经不经理人事了 烟一剔下 就哭了 后七日不足 那这就是一个伟人 就这样 就是走完了他的一生 已经是轰轰烈烈的一生 当然 他这一生走完之后 实际上 刚刚开始 实际上是儒学的 刚刚开始 对吧 他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司马迁评价 孔子是这样的评价 太史公民 《诗勇之》 《诗经》里面有一段话 叫做高山扬指 景兴行之 这是哪一首诗呢 是《乔雅》里面 有一个叫《车霞》 就这样一首诗 里面有这么两句话 叫做高山扬指 啥叫高山扬指 这个指没有含义 是一个仪器词 唯唯的高山 人们敬仰它 高山啊 我们去打旅游的时候 山真好 对吧 都有这个感觉 景兴行之 这个景是大的意思 行刚才说了是路 所以景兴就是大道 第二个行是走的意思 宽阔的大道任你吃丑 就这样 高山你来景点 大道你来吃丑 太史公就认为 所以孔子就可以用这两句话来形容 太史公说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我虽然不能回到孔子那个时代 亲自听一听他的话语 可是我的心是向往的 他还真去了一下 他读孔氏之书 想见其人 就想看着孔子的本人 是鲁 真到鲁国去 观众尼庙 道堂车服礼器 到那时候孔子 还有学生呢 在那儿 在那儿还在演习里 诸生以食洗礼 以食洗礼去家 在他家里 按时 做这些 语 知回 留之不能去 知回 就是低回 低回 就是在那流连旺散 舍不得离去 天下君王 是以贤人众矣 天下君王 能够称得上贤人的 他是有很多的 当时所容 莫所矣 以也 他活着的时候 很光荣 大家都知道他 可是死了之后 就没人记得了 孔子归一样 他是一切不一 他没有做过真正的大官 可是传了十余事 到汉朝的时候 传了十余事 学着宗旨 大家都记 以他为宗旨 自天子王侯 中国言六亿 遮忠于夫子 可谓至圣 上是天子 下是诸侯 只要谈了六亿 还都是以孔夫子的 为忠 以他说的为准 这就是至圣 孔子一声 我们也讲完了 论语呢 除了最后一篇 对着 我们也讲完了 好 谢谢大家